观 风广集团 华视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视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商务谈判 各位同学好 欢迎各位同学来 收看商务谈判的节目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也非常的难得 能够邀请到 产观学三期的讲座教授 陈明德教授 各位同学好 非常荣幸地 能到这个节目来 帮各位跟邱老师 我们一起来上商业谈判概念 希望这个课能带给各位 在商业谈判未来的发展上 有所了解 谢谢 谢谢陈教授 谢谢 本讲次的重点 一 谈判发生的三要件 二 谈判是必须区别立场与利益 三 谈判是讲条件句 不是讲肯定句 也不是讲火定句 是 谈判不在讲输赢 不分大小 不论对错 而是在讲该后不该 上一讲 我们讲到谈判的特质 谈判特质有四点 我和各位同学介绍了两点 剩下第三点 那是第四点 第三 谈判是互费的 但却是不平等的 因为有一方面付出的多 得到的少 或另一方面付出的少 得到的多 所以是不平等的 可是一定是会付费的 没有付费的话 那不能算作谈判 第四个特质 谈判是公平的 谈判虽然是不平等 但却是很公平 因为双方如果觉得 这个协议 这个结果对你自己不利 那当然你可以火定 可以火绝这个协议 不签协议 那我们还要讲到概念期 概念期就谈判有两个 很重要的这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是 赢和输的形态 这个赢是另外定义 谈判既然讲 不能讲输赢 但是这个赢的定义就是说 赢就是你付出的少 得到的多 那输就是付出的多 得到的少 是这样来做一个 简单的定义 那这是属于竞争型的谈判 竞争型的谈判 一定是冲突带合作 那另外就是合作型的谈判 合作型的谈判 我们称为赢和赢的谈判 赢和赢的谈判 是合作一定是大以冲突 可是这两个观念里面 我们有一个要介绍的 就是说 不管是输赢的谈判 赢输的谈判 它是属于竞争型的谈判 竞争型的谈判 不一定是完全竞争的 在竞争的当中也一定会有出现合作的几率在里面 成分在里面 所以竞争型 所谓竞争型就是对方一意孤行 对你所提出来的这个建立 它一开始把你吼定 一开始把你这个妨碍 它妨碍你达成目标 可是妨碍并不是会阻止你达成目标 妨碍和阻止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竞争型的谈判里面 多少也会有合作的成分 那合作型的谈判 是在讲双方各取所需 各有所候 各取所需大家都了解了 但各有所候就是在讲 双方所得到的不一定会一样多 所以只是各有所候而已 所以既然会不一样 不一样多 得到的会不一样多 那当然就会产生冲突 所以合作型的谈判 任何合作型的谈判 里面一定会有多少 有冲突的成分在里面 那一之八呢 我们就是今天最重要的重点 这一讲 就是要告诉各位同学 任何谈判不是随时会发生 谈判要发生 一定有它发生的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 就是双方体认 有一个无法忍受的僵局 这个僵局是要无法忍受 只有僵局双方也不会谈判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再讲一次 双方有一个僵局并不会发生谈判 不一定会发生谈判 这个僵局一定是双方无法忍受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 就像1949年到1987年 1949到1987中央政府 国民政府撤队到台湾来 到台湾来 到1987呢 和中国大陆一看不往来 没有往来的话 就没有发生谈判的几率 因为1949到1987 是一个双方是形成一个僵局 老死不往来就是一个僵局 可是这个僵局双方都还能够忍受 所以没有办法发生谈判 可是到了1987之后 台湾开始开放大陆探亲 到大陆探亲 到大陆探亲 双方有了互动 就产生了文件的认证的问题 还有财产继承的问题 还有大陆的偷渡客 来台湾的问题如何处理 所以最后又有金门协议 把这些偷渡客协议送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双方约定的地方 然后有大陆用这个船运把它载回去 然后还有铁鸽船 每天都有三百 五百船的铁鸽在海峡 在那边中线在那边骚扰 这也要解决 所以这个僵局就已经变成无法忍受了 所以最有谈判的契机开始出现 第一个我再讲一次 谈判必须要双方有一个无法忍受的僵局 可是这样还不一定会发生谈判 还要有第二个条件 虽然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僵局 可是有人会错觉 有一个错觉 错觉就是说 以为自己的力量 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一方的力量 就可以解决这个僵局 这也不对 所以第二个条件是 双方体认 单靠自己的能力 无法解决这个僵局 那谈判才有发生的第二个契机 那我现在解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了解 比如说 这个有一个建筑商 他盖了20栋的别墅 别墅盖完了之后 他都没有卖 要想盖完再卖价格比较好 可是盖完了之后 景气不好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财务危机 财务危机 对这个建筑商来讲 不但是个僵局 而且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僵局 那这个无法忍受的僵局 凭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当然没有办法解决 他最好解决的方法 就是处分这20栋的别墅 把这20栋的别墅 卖掉 那财务危机就结束了 那现在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种情况 整个外在的环境 经济环境 是属于卖方的市场 卖方的市场 就是供不应求的市场 那当然他这个别墅要卖的话 20间别墅的卖 要卖的话 一说要卖 价格一开出来 就马上很快的就卖掉了 大家抢着买 张三要买 你是要买 因为是一个卖方的市场 供不应求的市场 可是如果整个大环境的经济 是颠倒 是一个买方的市场 那买方的市场是 供购于求 他说要卖别墅 根本无人问津 假设好不容易有一个要买 他一定要和这个坛 因为他一开价 比如说开价两千万 那个景气不好 甚至会砍到一千五 一千三都在砍 那个时候我们都曾经经历过 所以说单凭自己的力量 就没有办法来把这个别墅 全部都卖掉 一定要喊买的人来做谈判 才能够解决这个无法忍受的僵局 那第三个就是说谈判是可行 且可遇的 如果有上面两个条件 双方必须有一个无法忍受的僵局 第二个条件是双方体认 单靠一起之力 无法解决这个僵局 这还不会发生谈判 还要双方认为说 谈判是可行且可遇的 谈判是可行且可遇 简单讲就是一个推力和一个拉力 谈判一定要让对方上谈判桌 一定要有两个力量 这个推力就是让对方知道 上谈判桌比不上谈判桌 所花的成本低 第二个力量是 这叫推力 推力还不够 还要有一个拉力 拉力就是 让对方清楚 上谈判桌比不上谈判桌 所得到的利益多 所以这就是双方觉得说 要解决这个问题 靠谈判来解决是可行且可遇的 这可遇的就是双方都愿意用谈判来解决 因为谈判刚才 我们第一讲已经讲过 谈判不是解决双方冲突的唯一的方法 只是一个方法而已 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在谈到 谈判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而已 而不是唯一的方法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 各位同学会更清楚 比如说发生了车祸 被车子撞伤 被车子撞伤 也不一定要用谈判来解决 因为如果对方一下来 那很凶啊 像凶杀一样那蛮不讲理的 那你只好告到法院去 根本不要和他谈判 你会和对方谈判 来解决被车子撞伤的问题 是一定你认为 这样能够和解谈判 能够带给你更多的利益 更多的好处 甚至是省时又省力 又省钱 所以说你才会上谈判桌 所以说谈判是可行 且可遇的 就是这个道理 那接下来我们谈到 下一个观念 下一个观念是 谈判一定要针对双方的 这个利益来谈判 而不是针对立场来谈判 利益就好像是水面下的根 水面下的根才是双方 养分之所在 营养分之所在 水面上的话有什么用 好看而已 那会凋谢的 所以双方是针对 针对水面下的根来谈判 谈判是针对双方的利益 不是立场 刚刚邱老师你讲的 非常正确 谈判是必须要区别议题 立场和利益 立场是谈判者 所提出来的要求 那利益是 他之所以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 请邱老师 你是不是再来 再来用一个比较近代史的例子 让同学比较能深入的 实验得到 好不好 因为谈判的立场 如果双方都针对立场在谈判 立场是不能打折扣的 对 比如说什么叫立场 双方在争民主大义 争公平 争荣誉 那这个东西根本不能打折扣 谈判一定要有手让 有手不让 那才叫做谈判 如果谈判都不让不让 那什么谈判 谁和你坐在谈判桌上 花那么多时间 所以说谈判一定要是 针对双方的利益 利益就好像是水面下的根 根才是双方营养分之所在 对 我们要谈那个营养 对 来找一个能够包含 能够包容 双方利益的一个最大公平素 事实上谈判就是在讲 实事求是 以前邓小平先生他曾经讲过 不管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的就是 对 就是好猫 好猫 所以说我们以大陆和台湾来讲 现在我们曾经 我们已经和他签了这个ECFA 那ECFA就是一个 经济合作的一个架构 ECFA在WTO里面 是没有这个分类的 WTO只有三个分类 在这个区域性的经济里面 只有三个分类 第一个是自由贸易 第二个是关税同盟 第三个是经济同盟 那没有WTO 这个ECFA这个分类 那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们两岸 先把这个经济合作的架构 先签起来 然后类似属于这个FTA 就是自由贸易这个协议 点对点的自由贸易 那如果双方能够签这个 这个ECFA这个架构签下去 那双方方面先把争议的部分 立场有争议的部分 先搁置 就是一个中国有争议的部分 把它先搁置 对 没错 那针对利益来谈判 这样台湾才不会经济被银化 对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因为人家在进步 我们台湾都在原地踏步 那就台湾在退步了 你看韩国一直冲 对不对 那我们也要一直冲 本来我们是冲得比他快 大陆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赶快先来签这个 什么胡帽还有后帽 可是现在他看到我们台湾歌势在这边 他现在转过去和韩国开始在谈 年底说要签了 那所以说我们这样慢慢就会被边缘化 一些高关税的产品像化工业的 网织业 工具机 机械业 那如果韩国的产品 同样类似的产品 消到大陆免关税 我们还要关税 那我们怎么能够竞争得过韩国呢 对不对 他是我们最主要的贸易的竞争对手 不可忽略这一点 好 第十个观念 就是刚才讲过 谈判一定要有两个力量 一个推力 一个拉力 Push 跟拉力 双方都清楚 做上谈判桌比不上谈判桌的成本更低 这称为什么 这就称为推力 Push 但只有推力还不够 上要双方知道 做上谈判桌比不上谈判桌的利益更高 这个就是拉力 所以双方就选择谈判来解决问题或冲突 好 现在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各位同学更了解 就是说当你发生了一个小车后 被其他的车子 别人的车子把你撞伤 你想要获得金钱的赔偿 刚才讲过 就是有几个途径 不一定要靠谈判 我们国际贸易也是一样 国际贸易发生的纠纹 也有四个阶段来处理 不是马上上法院去告对方 比如说对方不付款 或是产品的瑕疵 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和解 第二个步骤调解 第三个步骤仲裁 第四个步骤才是诉讼 那和解就是双方面 买卖双方 如果说谈得成的话 怎么赔偿怎么处理 谈得很融洽 那就OK了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也不要进入其他的这个程序 所以和解不成 才进入第二个方法 就是调解 调解需要有第三者出面 那第三者出面 他也不能去决定 双方是哪一方对 哪一方错 他没有权利 调解人没有权利 调解人只是将双方的意见 让双方尽量能够缩小距离 缩小漏差 达成共识 他的大功告成 如果双方还有漏差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那这个调解就失败 所以和解和调解就差在一个和解人 和解人并没有权利 决定谁对谁错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还不行的话 那调解失败 就要进入第三个方法 就是仲裁 那仲裁还不行 那仲裁是有他的优点 那大家这个国际贸易 学过国际贸易的人都了解 仲裁速度快 还有这个发费低 等等 但是他也有小缺点 好 那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接下来仲裁不成 才进入诉讼 如果一个人被别人的车子撞伤 他想要要求赔偿 撞伤就是一个简单的错误也好 就是对这个人来讲是一个僵局 所以要解决这个僵局 他有很多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和对方和解 和解谈判 可是不一定这么顺 有时候对方下来 蛮不讲理的 好像凶煞一样 对不对 那他当然直接就上法院 来进行诉讼 所以我们讲到推力和拉力 如果对方能够让对方了解 你这么凶 那我要告你 我们到法院去解决好了 那到法院去解决 让对方知道 双方都发的成本 一定比谈判还高 所以干脆就坐上谈判桌 所以第一个观念就是说 让双方都了解 坐上谈判桌 比不坐上谈判桌 所发的成本 cost还低 最小的推力 推对方上谈判桌 第二个观念就是说 拉力 拉力就是说 让对方了解 上法院双方 不但所发的成本高 所得到的利益也少 因为像国际贸易也是一样 如果诉讼 诉讼的这个过程 就都会拖 拖个三五年 那如果国际贸易是 双方都在不同的国家 距离那么远 那经过了三五年 你才告赢 那你只赢了面子 输了理智有什么用 对方说不定就把公司关掉了 你找到对方的国家去 来申请这个索赔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 坐上谈判桌 比不坐上谈判桌 所得到的利益多 这就是拉力 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休息一下 谈判的基本概念 第十一 谈判是在讲条件句 不是肯定句 更不是讲否定句 谈判要创造双赢 也就是要让双方 都得到所最在乎的东西 但它是有条件的 如果双方从头到尾 都说yes 那只能制造 对手的一个舒适感而已 虽然对双方谈判的气温 非常有帮助 会产生临门一角的助力 但是其他就 没有什么帮助了 其他的缺点就显现出来 只有讲事的缺点 就是你根本不了解 对手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谈判的一个专家 也是谈判的高手 Jim Cap 他都写了一本书 从不说起 从不说起 他提出了一个逆向的思考 也就是不断地给对方 说不的机会 唯有说不才能够 指导问题的核心 但是缺点就是说 你也不能说太多的不好 说太多的no 那会被对方误认为说 你是一个非常难沟通的人 所以说这个就是要拿捏 你讲条件句也好 讲yes 讲no都可以 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拿捏 如果拿捏不好 你一定会一败涂地 这个谈判就一败涂地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 你到餐厅去用餐 用完餐结束要付账 开花票 柜台会计一定会问你 你要付现金还是刷卡 要付现金的话 10%就免了 付费就免了 如果你要刷卡 不好意思 要加10%付费 这就是条件 要由你自己决定 条件收 那第12个观念 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 并不代表其他的著作 我对其他著作都没有看到 那我个人对这个谈判的研究之后 我把它写概念第12 概念第12就是谈判不再讲输赢 也不再分大小 不论对错 他只在讲该或不该 谈判如果说 在讲输赢的话 那根本不要上谈判周 要讲输赢就到 运动场上去讲输赢就好了 对不对 谈判周上绝对不是在讲输赢的 那如果谈判要分大小的话 那很简单 把双方的这个领土 资源 公司的规模 拳头的大小 都把它输入电脑就好了 力量大小都输入电脑 那就出来了 谁赢谁输就好 那谈判周也不要上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分大小 不可以 你要讲输赢不可以 要讲输赢 你到运动场上 那你要讲对错 那是到法院去 谈判周上不再讲对和错的 你要到法院去讲就好了 谈判周上是在讲什么 该和不该 该后不该 该在什么时候 我答应你 我滥布 该在什么时候 我不滥布 这个是蛮重要的 这个我来解释 好 请你再解释一下 曾教授 因为第十二 对 第十二段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每年台湾在碰到 闲几年的前半年 它整个社会就动荡不安 大家心里就有阴影在 那政治人物讲话 也特别客气 因为它主要是要你的票 但是今年很奇怪 就要说你有没有感觉 今年提早动乱台湾 我们从3月18号开始 就动乱 那照理说谈判不分大小 从这边可以印证 那几个小朋友 研究所的小朋友 他竟然能破全世界的纪录 攻进国会 24天 所以谈判是讲事 对 到底 如何去造事 对 这些孩子们 他真的是利用了百姓那种 经济 薪水 往后退的 那种不还的心 他不把事实地 让成这个血运事件 那他们当初是以反胡茂 为名 结果后来大家讲 胡茂怎么能反 胡茂一反就不对了 这个在经过他们反胡茂这段期间 社会上就有很多正反的辩论 后来才知道 胡茂不应该反 但是我们反胡茂黑箱 那我们在教国际贸易就知道 国际贸易的谈判 哪有人向我们说 把答案先告诉你 我们才开始来谈判 先律法再审查 没有人先这样做 那你怎么去谈 因为这些谈判的专家 我们的谈判代表 都是我们那些经济部 各部会的一个专家 那行政官员 他相当内行 我就是去谈判的人 比谁都内行 但是他有一个限制 就是一定要在政府 授权的范围内去谈 没错 然后谈完了这个协议 也不是马上就生效了 经过国际贸易法 我们国内贸易法 国内贸易法 国内贸易法是 李登辉总统的任内 好不容易 在民国82年 1993年 2月5号 由李登辉总统 明令公布实施 没错啦 第七条明明写的 所有的贸易协议 一定要经行政院 核转立法院 经过正式的立法程序 这个协议才生效 所以谁也不敢违背 这个政府授权的范围 你放心好了 所以其实老百姓不懂 不过这些孩子们 318协议这些孩子们 有一个好处 其实我们六条 一科法后 有六条协议要动 那么防卫机制还没有谈 那么福茂还没有谈 福茂是已经签了 我们这边还没有签 我们一签 明天就 他们通过了 他们已经通过了 我们这边一签 明天就生效 另外一个货帽还没有谈 答案是在台湾 他们讲的 货帽还没有 这三个没有 我们其实已经谈了三个 一个金融 一个行业 有没有 我们有三个已经谈过了 这是到上海去 对对对 很多银行的 对对对 某些银行的 上海分行的行长 台湾派去的 你台湾现在为什么 赚钱啊 为什么能赚 EPS是仅次于香港 全国外的分量 他赚最多 EPS最多 不是 我现在不谈这个 他赚多少 他凭什么赚 就是AQA那六样 我们已经三样通过了 请问同学们 老师们 哪一个知道 什么时候过这三样 没人知道 这些孩子唯一的贡献 就是让胡贸 这个条文 让老百姓 跟民意代表 第一次在重视 台湾有在谈这个事 我们六个条件 已经三个通过了 唯独这三个还没有谈的 为了什么 为了选举的目的吗 欠缺沟通 不是 我们可以问他 这个欠缺沟通 你到底是为了选举的目的吗 我们也很奇怪 在里面 立法院里面 二十四天里面 第一天人比较多 再来我去看过 不超过八十个 一百二十个 我在讲国内贸易法 给你做参考 给各位同志做参考 国内贸易法第八条 你讲到这个沟通的问题 公正 公听会 公听会 公听会是在还没 签署协议之前 来举办公听会才有效 协议都签了 你在举办公听会有什么效 那不行 这违反国内贸易法 第八条 还有 你说这个 做上谈判的时候 马上把这个底牌 先给对方看 那这怎么谈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谈判 你又不是比这些行政观点 经贸观点内行 谁比他内行 所以你要重启谈判可以 可是重启谈判 谁去谈 人家愿意和你谈吗 对不对 你谈了会比较有利吗 你像韩国和美国重启谈判 反而开放的更多 那一定的 因为你没有筹码 美国拥有你所想要的筹码 想要的资源 是不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 各位同学谢谢 谢谢各位同学 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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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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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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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